日前有网民在Facebook出了个post 说他开电单车过西岁的时候 给了100元,但就赚了25元 市主发觉赚错钱就与职员理论 但对方就确确说自己没有赚错 我给100元 不好意思,真的不一定 不一定,那里不赚错 50元? 对 虽然市主没有当场与职员据理力争 但一再回看头盔镜 先揭发有人怀疑乞意找错钱 于是就在Facebook大叫冤枉 事件一出,就引来一片哗然 我们也再三翻看这条车镜 看真一点,它的确是一张红衣鱼 这位电单车手就惨蚀50元 但原来这次并不是单一事件 还有更严重的找错钱事件 收费站时,我给了一张500元的收费员 他就即时找了25元给我 接着我说,我刚才给了500元 他就说,我这里没有500元的 我这里没有收过500元 然后他竟然拿着一张100元 在手上展示给他看 就说,你刚才是给了这张我的 那我就说,我没有可能 我肯定是给500元的 我后面的车就开始拨打 我想他是想着我会有压力 就会走,那我不走 可能他都没办法了 他就召唤了,叫上面看一条片子 那他们看完之后 他就跑过来,拿回400元给我 我就跟那个女职员说 我说,你那个男职员很有问题 因为很明显他是全心欺骗 如果不是他没必要 他还要拿一张100元给我看 他说,这里是没有500元的 我说,我真的打算报警 我说,那很明显 你一打开的桂桶 已经看到了500元 但是他做了一整齐出戏 好像等一等,看你 你清不清醒 你不清醒,你走了 那他们赚了 我们今天都亲身去到西瑞 但看来事件揭发之后 他们都小心了很多 逐章数回给我们 我们就事件向西瑞的管理公司查询 但到截稿前都没有回复